近日,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威团队和康西诺生物共同研发的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或国家药监局批准赴条件上市 2月28日,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关于该款疫苗的媒体沟通会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采用单针免疫程序 可在2-8适时度间长期稳定保存 接种对象涵盖18岁及以上人群 这些特点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 对于这款疫苗的特点,公共卫生专家冯禄钊做了介绍 腺病毒载体的疫苗,应该说它的过程是人的一个原理 但是它是用腺病毒作为一个等于病毒的 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有效成分的载体,就嵌合到一起 但是它是剔除了腺病毒相关的这种基因 所以腺病毒本身,这个载体本身在体内不会复制 就不会引起腺病毒感染 同时它嵌合了新冠病毒这种S蛋白 我们说句形象的话 腺病毒载体为啥叫载体?相当于火箭 它是把卫星,比如说这个S蛋白运载到 我们的人体的细胞里面是它发生的作用 数据分析显示,在巴基斯坦三期临床试验中 单针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28天后 新冠重症病例保护效率达到100% 总体保护效率为74.8% 对于新冠疫苗的持久性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风度昭认为,目前的新冠疫苗接种刚刚开展没多久 还需要时间进行持续观察 能保护多长时间?现在事实上对这个没有一个定论 因为最新的疫苗接种 就是最先上市的疫苗接种到现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就是现在没看到它的抗体水平的下降 或者它的保护率的下降 而对于病毒变异是否对疫苗有影响 风度昭指出,病毒变异关键要看它是否在关键点位上发生变异 变异就像我们每天换衣服一样 换衣服不会影响我识别你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个整形的手术 刚好就是特别关键的位点 你把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面部特征给改变了 那种特别重要的变异可能就会影响这种病毒的特征 影响疫苗的效果 对此,宇学峰表示,对于目前出现的大多数毒株,新冠疫苗提供的保护效果没有太大差异 即使关键点位发生了变异,影响了现有疫苗的效果 以目前新冠疫苗的生产技术水平可迅速更新 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保护率不够了 我们再把这个S蛋白基因序列 我们再合成一个再装到一个新的病毒 现状毒载体里面 那就应该说很快就会形成一个新的这个毒种 那么再可以做一下它的 很快做一下它的免原性评价的话 是可以很快去桥接到这个现有的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去的